初中的一个女同学 都想我了 我没有疯了 我现在都不想结婚了 我怎么说你头上什么发绿啊 这个 发那麻了个屁 你别爱吃饭 男人在一块儿 一定是会有效的沟通和理解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YouTube拱火帮 我就是人乡子 今天呢 是来了一位这位团人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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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碰上什么骚事了 你跟我们说一说 哈哈 我一个同学啊 初中的一个女同学啊 嗯 我老发了个字信 什么时候发了 就昨天晚上 说想我 多个年不联系了 嗯嗯 咋这个 我就开玩笑了 回了 想你了 你也想他了 好 对 那你就笑着招了 哈哈哈 然后我就回了 回来之后 感觉越聊也不对劲 这怎么说呀 哪来不对劲了 聊天的这个走向 就非常的就爱美了 就是让我们俩 就是搞地恰那种 他初中的时候就搞地恰 嗯 给刘栋 因为同学嘛 他俩是初中脸 都做到现在 应该快修成正馆了吧 突然发信息 我以我弟出来了 第二天我打电话 联系我同学啊 他跟我说 这个短信是 他对象发的 流动 这小男孩拿着小女孩手机 给你发一条 想起来 什么意思啊这是 我也很浪漫 我就问他 这个流动 这些算神性 这跟我闹玩吗 他不光给我一个人罚 还给多名男性罚 多名男性 干嘛 这是给他对象找门下家 什么意思啊 我感觉是一个 可视 他有没有出归 他俩是不是 之前有什么问题 那不是神经病吗 那不是啊 我一圈的 当时我一圈 那不是脑子里面 装着什么 装着水啊这是啊 想跟你说 这个事有没有必要帮忙 他这个男孩子做这个事 确实挺极端的 但是这毕竟是 两口子的事情 你如果能联系到这个姑娘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地跟他 聊聊天沟通过头 如果说他有意想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帮他 去解决这些事情 喂 师姨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你和李洞怎么回事 哎 别说 我这样就快被他搞烦死了 我就那天晚上 这样就是比较累睡的比较早 然后他就自己拿我的手机 给我解锁 把我通知屋里所有的音效 包括我的领导 我的同事 长辈全发了一遍 我想你了 第二天早上看到之后 我都崩溃了 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去解释啊 我以为你号被盗了 这不是第二天没你说了吗 可能是我们最近要结婚了 就是事儿比较多 然后他现在工作这两天 也是遇到一些平静的 要怎么办 整天移心移毁的 总是感觉我出贵了 我有外遇了 到处的去找存在感 我想带他去看个心理医生 他都不去啊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被他搞得要做碎了 我怎么去相处啊 你知道我现在干什么了吗 我不太了解啊 但是就是在搞网络这个方面啊 对对对我们这个吧 就是这个小团队啊 我们就是专门帮人解决事儿的 我看你这个情况啊 有一点棘手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帮帮你 让李洞改变一下状态 你能解决的这真是太好了呀 我真的现在我都要疯了 我现在都不想结婚了 只要你帮我解决了 怎么着都可以 我真的就是快要被他逼疯了 这两天 行 那这样下来的话 我们想着 如果有好的点的话 就要你配合 行 那你帮我想想 我该怎么办 我弟弟能对得住啊 行 那稍后我们这个下来之后 去研研究 我看这嫂子跟个男的 可他们那是亲密了 填门的 我们工作室你就随便进啊 谁啊 你不出来的吗 谁啊 你不出来的吗 哎呀 你好 咋变 哎 你好 洞哥是吧 啊 对 哎 洞哥 是呀 咱嫂子是不是叫张熙怡是吧 对 哎 我看她嫂子跟个男的 这胖胖乎乎的 进了个房间里面了 然后两个人刚刚逛街 洞哥可他们那是亲密了 这人呢 一旦有个参与之后呢 他会不自觉地走往最坏的方向去发展 他想追求这不就是 我中能不能找出来一些 你的一些不忠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行动吗 我们就给他一个不忠 或者说是不坚定的一个行动 这个叫公会治疗法 哪位 不是 大哥 一号楼一带员104 大哥我一直在笑一遍 一号楼一带员104啊 我看两个人玩了 胳膊就进一房间了 哪位来 你先说你哪位 我看他们两个人 那举止可亲密了 哥 我怎么说你 那头上什么法律啊 大哥 你小心点 啊 我跟你说清楚了 你把你自己去找找看啊 大哥 你谁 你谁来 你看说你谁来 开门呢 开门啊 开门啊 谁啊 干啥 你干啥 你干啥 不是啊 有人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104的女孩 是啊 怎么打电话怎么 爱媳妇的 你媳妇还没见啊 是啊 没认识呢 不是啊 我进去看 不是 我说我们工作室 你随便 你随便进来 来 进去看 我这工作室你随便进来 好 打电话 是不是你也爱媳妇 我 我也有媳妇 是不是你也爱媳妇 你什么也爱媳妇 好 打电话 来 谁来一个吹的吗 你又一花一花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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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 找人打电话 再再转动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契机 一个让他确定 只要进去就能抓到你出轨 正确的契机 他只要在里面能听到你电话的声音 他基本上就确定了你在里面了 你手机临身什么样子的呀 跟那个星辰大海的哥 干嘛呀 大宝宇这是 你什么情况 你干嘛呢 我拿来洗碗了 你找你洗碗 你来个工作室找你媳妇干嘛呀 你不是跟我说 来 媳妇在你那来 你媳妇在你那个地方 你穿我门干嘛呀 你干嘛算了 你找你媳妇 你找你媳妇 你一找我门就踹你进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把公司呀 警察撞进来 退役都撞进来 拿来报警了 来来 但善署名人 来要报警不能找 有动 你就抓吧你 这干嘛呢这是 他说我一个初中同学 别跟我讲什么东西 啊 坐那去 他自己是 不是 你是干嘛的 我没弄明白 我刚才有个男的 我打电话 那媳妇在这个 XX屋 什么三大爷要冷册 我过来 我过来 我一瞧门 我很着急 我给他发帮 在这个地方 我就懵了 所以有个泡泡的男的 我给他领了 记忽了 那么他说这个意思 不就发帮我 那不见老婆在外边偷人了 我怀疑你 你为什么怀疑他 你还没这个样 就是毕竟 那么男的 老师说那个 那个 打了电话 那么说 出去记者说有点事 说出去公告 还有点事 我买一个男的 跟他打电话 你不知道他有男同事啊 有了对象的 手机发短信给我 发想你了 我回了一句 然后又过聊上来 还记得了吗 你帮你老婆在什么 勾搭的男人 给找瞎家了 你怕我那种吗 来 哥们 我再问你事啊 你跟你说 这么长时间 你爱问女性啊 哎呀 我再问你啊 我能到来找什么 来 我再问你 你爸一样 传开车门 你老婆在里面 光流流流 和另外一个男的 抱在一块 我问你想想什么感觉 你希望有还是没有啊 我根本希望没有 那你自己在这 来找什么罪受 干嘛连续没有的事 你在这找什么罪受 你从来在这意义什么呀 这都当时结果什么 是一会儿 咱得去公安局 去处理这个事 你拿大扇判 哒 跑过来了 收了一顿子气 挨了一顿子的骂 你得瘦了 我们这边还耽误了 我们的工作和时间 你老婆知道心里面更难受 你找吧 来 我下面有没有 来 师姨 师姨干不得 师姨 找找来 在盒子里面都找找看 有没有 赶紧找 有没有 在盒子里面都看 有没有 有没有 你老婆啥呀 来 难的心理多大 你这什么问题 你心理问题啊 你脑子不好 你脑子劝你啊 你就那么差 你就那么差 他还跟你这么多年 在社会上 遭受的那些压力 那些迫害 那些冷眼相关 那些东西 你别放到家里面使劲啊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没有那么多调和 我们干嘛呢 我们发现这条案子 放下给你激活激疗 打电话的人 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为了就是让你 意识到 我靠天塌的人那一刻 才重新让你找到点情况 你该说点什么 该说点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跟女孩的 说也能漏一漏 我觉得确实不好 就是确实很冲动 因为最近就是公司 假房那边什么事 没解决了 我这边的量力非常大 然后不相信 如果我刚才要说很冲动的话 如果做出点什么事 没啥跟妈在那边交代 以后做事之前 先想清楚后果好不好 还是抱着自己 对不起 太冲动了 怀疑的话 因为没必要的结婚 还是互相性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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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已经把一辈子都已经交给你了 如果说把一辈子都已经交给你了 女孩子就是她有所隐瞒和不坦诚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女孩子 别去歧视你们三瓜两走的事 把眼光放长远一遍 那我再想说说女孩子 她那天晚上 给你这么个群发吧 毁了你整个社交圈子 你都不把你的不满和不愿意强烈的发泄给她 毁两天你要咋做 先让她死两天心 这人大吵一架 为了是把她在外面事业上的工作的压力 让她吵出来也好 她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那些负面也要吵出来也好 第二天两个人还能好好地去过日子 之前那些问题 你们在吵架的时候要去解决出来 就去说明白 这不是吵架 这是女孩子 是女孩子 从学生时期就在一起练琴 融动走对后真的不多见 我是祝福你们的 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财疑和问题 全会让她原本一个很美满和幸福的一个感情 不要让这种故事也成为上市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很多时间可以 你慢慢静我两个交流一下 好吧 好 我细续有一个你练琴王 二三七 没有啊 等下喝酒 你好紫西 你好 就是这个事情您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 我这也是刚看完咱们这期啊 首先我想说的是 你们这次行动其实真的挺危险的 就是如果她进入房间门这个时候 真的看到你和这个女孩都在这里头的话 咱们没法确保这个被测诊 她究竟会不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 对吧 那谁知道她兜里穿没穿把刀 对不对 人在极度愤怒的这个情况下 造成被害人受伤乃是死亡的这个案例啊 是数不胜数的 据司法部门统计 情绪冲动型的这个激情犯罪 已经占到了伤害和杀人案的总比的70% 而且这个比重还呈上升趋势 嗯嗯 所以还是希望你们团队在 委托帮助谈这个过程这个同时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嗯嗯 是的 是的 然后我说第二点啊 之前有一次我国外的大学 她做过一个测试 嗯 她们挑选了100对热恋企 还有临近结婚 以及结婚一段时间以后的这个男女 每天统计她们的对话次数 嗯 热恋企这个情侣呢 基本上都是睁开眼睛 先拿起手机 只要有时间呢 就会发一个信息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对吧 这个时候双方大脑的这个多巴胺的水平更高 时刻都会挂念对方 而临近结婚的这个情侣呢 往往只有在筹备婚礼的人 会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沟通频率呢 就明显降低了 最恐怖的 就莫过于这个婚后生活稳定的夫妻 她们其中啊 有两段每天是无话不说 统计数字大概是百余句左右 而剩下的23对情侣 每天的对话都不超过10句 甚至连就嗯好行 就这样的回答也算在里面 关于伴侣双方要多共通交流啊 这个之前你也说了很多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其实大多数人都会对已经得到的东西 感到索然无微 而对得不到的东西充满向往 对不确定的事抱有憧憬 对吧 是的 而咱们再回头看看 一直在你身边的那个他 难道不是你曾经穷尽一切 也想要与之相守的人吗 是的 所以还是想呼吁一下大家 无论男女都要珍惜眼前的汐水流长 然后再试着去多沟通多交流 我觉得这样才能达到所谓的有效沟通 不要因为曾经的激情褪局 不要因为他对你别无二心 咱们就忘记了相拥 甚至向他从身边推开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紫西 对这简直的 或者说是一个抛西 非常 我代表粉丝朋友们 或者说代表事件当中 这对男孩子和女孩子 对你表示非常的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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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